皮毛剑就在那佛像下面 我现在就将它取出来 萧天 你过来 帮我把这佛像抬起来 萧天 东方白石为了抢夺玉佛就制衣水寒 一掌将袁萧天打成了重伤 西门若水替袁萧天运功疗伤 发现袁萧天的七经八脉大受震荡 五脏六腑也在破裂的边缘 情况恶劣不容乐观 直到如今 我也只好老实说了 喜欢着袁萧天的龙袖难以置信 会在西门若水的身前 祈求西门若水想办法救救袁萧天 袁萧天是西门若水的弟子 他要是有办法救人 就不会直接给出病危通知书 直到使天意难为无能为力 得知恶号的北唐星儿 当即来到袁萧天的床前 哭得梨花待雨令人惋惜 他见袁萧天只有三天的寿命 决定旅行和袁萧天的海誓山盟 要做袁萧天最美丽的新娘 北唐星儿决心嫁给袁萧天 换上了鲜艳极庆的新娘礼服 今人的颜值足以沉于落雁碧月修花 众人也都真心祝福这对新人 替两人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 北唐星儿一直陪在袁萧天的身边 不停诉说着曾经甜蜜的过往 试图唤醒袁萧天见证奇迹 然而奇迹没有等来 却等来了一个好消息 星儿 我回去翻遍了所有的遗书 发现有一种灵芝 可能可以救萧天 你说什么 这种灵芝叫古藤芝 传说当中长在深山老树的藤板之上 十分罕见 不过 确实有起死回生的神效啊 我相信这种灵芝对萧天一定会有帮助 西门若水和云飞两人出言赞同 认为古藤芝的确能够救回袁萧天 谁知北唐星儿得知这个消息 认为这是上天对她的考验 执意要一个人上山 独自寻找古藤芝治治疗袁孝天 而在七夜看来 这完全就是扯独自的操作 袁孝天人都快没了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安排北唐星儿一个人去寻找古藤芝 这简直就是令人无语的操作 并且理由还那么的牵强 言归正传 北唐星儿经过数个时辰的攀爬 终于来到了大山的深处 这里人机罕至树木丛生 像极了擎天剑派的后山 不行 我不能倒下去 为了九孝天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北唐星儿坚定意志 重新寻找起了古藤芝 她在大山深处待了整整两天 却依旧没有见到古藤芝 眼见还有一天 袁孝天就会命丧黄泉 北唐星儿不由的心生绝望 突然一只幼鸟从天而降 引起了北唐星儿的注意 北唐星儿看向树上的鸟巢 猜测幼鸟定然是不小心 从鸟巢中掉落了下来 心地善良的北唐星儿 将幼鸟捧在手里 随即施展轻功来到树上 将幼鸟放回了鸟巢 不曾想脚下的树枝突然断裂 防备不及的北唐星儿掉了下去 整个人摔得五迷三道 可北唐星儿却也因祸得福 找到了苦蜜良久的古藤芝 夜晚降临 眼看再过一个时辰 袁孝天就会命丧黄泉 北唐星儿又迟迟未归 让作为娘亲的云妃担心不已 还好黄天不负有心人 北唐星儿在最后关头及时赶回 随后东方玉将古藤之入药 喂给了袁孝天 再加上西门若水从一旁运功相助 总算是把袁孝天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次日清晨 袁孝天终于清醒了过来 让北唐星儿欣喜若狂 师公 小天醒了 真大 小天 我的好儿子 你终于醒了 画面来到其目封 东方白石传授了 易水寒一套疗伤心法 让易水寒运起这套心法 再配合玉佛的神奇效用 定然可以慢慢恢复伤势 再配合玉佛的神奇效用